巴林奥运这个月就要正式登场了 而外界对本届的赛事有很高的期待 因为过去几届奥运都有一些被诟病的缺点 比如说2012伦敦奥运就被嫌场馆太偏僻 14的索契东奥有普清的政治盘散 而16的里约奥运交通很混乱 而当时巴西政局不稳定 还有资卡病毒肆虐 至于2020跟2022的东京奥运跟北京冬奥 那是在疫情之下又是一波三折了 而本季巴黎奥运比起来 筹备构成当中比较没有这么多drama 所以很多人期待它可能会是近年来 最有热情最有激情的一届了 而再次要办得好 当然就需要钱跟资源 所以很多品牌前赴后继争先恐后来当奥运的赞助商 希望能够抢曝光的机会 所以这集的国际家简单说 我们要从商业的角度来切入 带您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哪些的秘星 这块饼有多大来吸引品牌 成为赞助商 对于做生意的企业来说 奥运的观众是遍布全世界的 这么多双眼睛 这么多注意力 那就代表赚钱的机会源源不绝 根据国际奥会的数据 以2016的里约奥运来说 有多达35亿人收看 这等于是当时全球人口的将近一半 而每一个品牌都想要趁奥运期间来蹭热度 不过国际奥会也很怕 大家都来搭便车拿奥运做活广告 所以就制定了奥林匹克宪章第40条 里面对于商业广告行销有非常严格巨细米遗的规范 只有奥运的官方赞助商 能够使用奥运最经典的五环标志 还有当年度的视觉设计跟吉祥物来做宣传 如果你是一般品牌的话 那你也不被允许能用当届奥运的关键字 用在广告里面 举例来说像这样的运动品牌广告 虽然没有秀出奥运五环 不过呢因为前进巴黎这四个字 让人明确联想到巴黎奥运 已经踩到红线了 得改成像是登峰造极或是超越自我 这样比较笼统的词汇才可以过关 而另外如果是这样的平面广告 一样也是违反规定的 这一次没有用到任何敏感的字眼 不过呢背景放了凯旋门 在影射巴黎这座城市 等同是在跟巴黎奥运做连结 而这样钻漏洞式的行销 国际奥会也绝对都不会放过 而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要保障官方赞助商的广告权益 而想成为赞助商的话 平台要先把钱准备好 一纸奥运赞助合约大概要花 两亿美元台币呢 65亿左右 会横跨总共四届的赛事 包含两届的夏季奥运 跟两届的冬季奥运 而也会按照赞助的地区或是级别 帮赞助商来做分级 我们以本届的巴黎奥运来讲 赞助商总共有四个层级 最高级别的是Worldwide Partners 全球合作伙伴计划 是跟国际奥会IOC直接的合作 总共有15个品牌 都是各行各业的龙头 像是旅宿业的Airbnb 科技业的Intel 跟汽车的Toyota等等 而且每个产业只会选择一家企业 因为是全球合作 所以顾名思义是可以在全球市场拿奥运商标做广告的 而至于下面的三个级别 广告范围是现奥运的主办国 是Local等级的 包括像是Premium Partners 高级合作伙伴 Official Partners 官方合作伙伴 跟Official Supporters 官方供应商 等于是这些品牌呢 它只能够以奥运相关的素材 在法国的国内来做纪念 如果是相关商品的话 在台湾可能就是买不到的 而在这个洋洋洒洒的赞助名单当中 我们要特别把两个品牌拉出来讨论 那就是LVMH跟AB InBelt 作为全球最大的精品集团 还有啤酒市场龙头 他们跟奥运合作的行销策略 背后打的是要拓展市场的独义算盘 LVMH集团这次可以说是全家总动员 珠宝品牌Chemette负责金银铜牌的奖牌设计 Berluti是操刀法国国家代表队出席开幕式的服装 那Moei Hennessy会提供活动所需要的酒水 因为LVMH认为 他们品牌的形象 常年都是跟法式的精致优雅画上等号的 所以法国要举办这种国家级的盛会 国际级的赛事 品牌当然是义不容辞 不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LVMH他们追求细腻完美的工艺 其实跟运动员在场上追求卓越的理念跟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之所以力挺奥运也不单只是国足情怀这么简单 因为这一纸合约花了1.62亿美元 台币要52亿 所以集团更在乎的其实是推动消费市场的转型 过去的精品行销比较着重在金字塔顶端的族群 如果要在运动赛事上下广告的话 比较偏好是给人高端印象的像是高尔夫 网球 帆船或是一级方程式赛车等等 不过最近几年市场的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了 因为数据就发现全球60%的精品消费来自于每年花不到2000欧元 台币7万块的小资组 所以只针对固定课程排他性这么强的行销策略已经显得过时了 必须要瞄准大众市场这是势在必行的 再加上社群平台新奇 顶尖运动员比较容易做跨界跟斜杠 而且影响力是不输给电影明星或是偶像歌手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各路好手齐聚一堂在奥运上竞技 要强化跟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结 奥运其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那至于AB InBev今年打破了一个新的记录 他们成为奥运赞助史上破天荒头一遭 成为最高等级全球合作伙伴的啤酒品牌 但有些反对声音会说啤酒跟奥运 这个组合听起来很不搭 因为毕竟很多运动员要在确定自己的体能保持在巅峰 基本上是完全不喝酒的 所以这个论点呢 AB InBev本身自己也有想到 这次的赞助合约主打的品项 是两年前才刚刚推出的五酒精啤酒Corona Zero 虽然五酒精啤酒这几年在全球的啤酒市场占比只有5.5% 销售额是落在300亿到350亿美元 不过现在健康意识抬头 五酒精啤酒的未来不可限量 数据就预测了 每年大概会以10%的成长率稳定地向上攀升 到了2028年会突破500亿美元大关 而对于AB InBev来说 虽然奥运主打的是五酒精啤酒 不过毕竟品牌的名字一样 都叫做Corona 而且logo呢也是一模一样的 消费者可能根本就分不出来 到底是有酒精还是五酒精呢 所以对于呢 Corona这个品牌本身也会有一定的拉抬作用 而其他产品线也会跟着因此而受惠 甚至其实也能够避开比较严格的啤酒广告的审查规范 等于是为有酒精的饮料也做了一波宣传 其实是一举两得的 在奥运这种高张力充满热情的活动 很适合来深化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 创造独特的消费者体验 不过能不能够达到品牌预期的销售业绩的成长呢 这可能要等奥运开幕之后才会见真章数字会说话 不过希望这一集的节目有带您看懂奥运商业赞助的门道 那国际家简单说我们下次再见 小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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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